20年来首次会谈厄历锤亚伊索比亚和平露曙光 在近20年来首个厄历锤亚高阶代表团访问伊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 后,两国今天开启和平之门 为接触两国长久以来的军事对峙带来希望 厄历锤亚和伊索比亚的军事对峙 是非洲最难以化解的军事对峙之一 伊索比亚总理阿迈德 说,伊索比亚航空公司 Ethiopian Airlines将恢复非厄历锤亚航线 这是具有高度向止意义的举措 两国1998年因边界纠纷暴发冲突 航线中断,并断交至今 阿迈德本月表示 他将遵守和平协议的所有条款 暗示他可能准备解决边界纠纷 厄历锤亚对此表示欢迎 厄历锤亚外长沙雷 Osman Saleh表示 今天是喜悦的一天 因为两个同源的民族 两个世代 在那段时间一直分离 但是透过努力 我们开启了和平之门 阿迈德说 他希望纠纷在这个世代接触 并重申他愿意接受领土转移 优优优优独播放